嗨各位,我是羅文煌 為什麼花一點時間呢?因為我女兒堅持要在她煮完之後 煮完菜之後我才可以做直播 所以花久一點時間 Anyway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們叫羅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跟大家討論的話題叫做 你的前世不是解決你現在問題的方法 為什麼會有這個話題產生呢 因為從版主做諮詢以來常常有人會來找版主我 探索前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前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然後他們常常覺得說藉由探索我的前世 我就可以了解我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嗯,為什麼這狀況產生呢 不是說你的前世都不是你 都不是解決你現在問題的方法 而是因為大部分來找版主我 探索前世的人都給版主我非常少的訊息 非常少的訊息 所以為了要解決你們的問題 我一定要有一個根本嘛 我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要知道什麼狀況、什麼樣子的性格、什麼樣的人格會發生 怎樣的互動會產生現在的問題嘛 因為為什麼幾年前沒處理的問題到現在還是個問題嘛 所以這個我們學到一點什麼 逃避的事情不管你逃避幾百年幾世都永遠會是一個問題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逃避它嘛對不對 沒有解決,上輩子沒有解決問題 這一輩子還會是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所以需不需要回到前世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 不需要 通常如果你在這一輩子就已經有意識到四個問題的問題 通常在這一輩子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有跡可循 就是它是有跡可循的 就是你這一輩子的某一個性格、人格平台或幹嘛、幹嘛、幹嘛 會造就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通常你不需要跳脫到前世 你就應該知道為什麼會導致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嘛 對吧 可是即便是這樣子 還是很多人想要知道前世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很多人信誓誓誓誓誓的說沒有我一定要到前世 看了我前世之後一切才一目了然嘛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產生呢 這個原理呢它其實就跟人在山中不見山的意思是一樣 人在死堆裡面的時候會聞不到大便的味道嘛 你知道嗎人在問題裡面的時候 會看不到問題的癥結點在哪裡嘛 對吧 呵呵 所以同樣道理人們會回到過去的時候 為什麼頓時之間好像就被打多了 打通了任督惡賣一切就好像通了一切 好像理解說為什麼這個問題呢 因為通常我們回溯到前世的時候 會以一個第三者的眼光去聽或者去看一見 好像跟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交集 好像不是很那麼attached的事情 因為聽起來好像有熟悉又有點距離感 你知道我意思嗎大家有追溯過前世的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因為這樣子的連結會導致於說 聽起來好熟悉可是又不是那麼完完全全的有關聯性的狀況下 我們比較可以以一個第三者的立場去思考到解決方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因為可以了解解決方法是什麼之後 在用那樣子的態度那樣子的答案來應對你現在現實生活中所面對到的事情 所以你說的沒有錯旁觀者傾 其實整個會讓人家探索你前世 但是這個過程它基本上是建立一種 建立一種旁觀者傾的態度 藉此來讓你可以客觀的去處理你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就有說過了 靈魂不太可能會設計出你過不了的坎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說可是我就是過不了 我就是走不出去啊你知道嗎我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的不是真的是因為你在死堆裡面會聞不到死的味道 你知道嗎我為什麼都一直要舉這麼膚淺的例子呢 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在人在山中不知山嘛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藉由探索你們的前世來去找到問題是什麼 可是就像我說的同樣的問題問題不是我跟這個人的互動 通常在一個靈魂旅程的鋪陳裡面重要的是你這個靈魂學到了什麼 所以你的對手系的對象可能是不一樣的靈魂 可能是不一樣的人可是你們之間的互動會建立在一種習慣性 它基本上就像是肌肉記憶一樣因為我習慣了 所以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會不自覺的產生這樣的互動 建立在我之前的習慣嘛 可是這樣的習慣說真的不單單只有在前世找得到答案 它在這一輩子來講你應該也會找到蛛絲馬跡 就是知道為什麼自己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為什麼知道自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或者知道這樣子的互動嗎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很多人會覺得說版主你就是來幫我解決我的前世 你就是在告訴我的前世發生什麼那我自然就會理解了 相信我沒有一個的靈魂鋪陳是設定你一定要去找靈媒才會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通常你這一輩子的靈魂設定課程鋪陳幹嘛 你害怕什麼懼怕什麼不敢做什麼幹嘛幹嘛 這些東西自己都很清楚你知道嗎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搞不好你也有一點大概大概也有一點方向你知道 這些東西照理說你在這一輩子全部都是有機可循的 如果在任何特殊的情況下有沒有這樣的狀況有 有狀況是你必須去追溯到前世的 因為你這輩子可能課程太多然後你沒有辦法把這個課程擠進來 所以你必須要追溯到前世的 這種情況下如果它是在你的人生鋪陳裡面的話 你到最後就會像版主我這樣子生出來就會知道 生出來就會記得就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去知道記住 你知道嗎你不需要再特地聽經過第三了 才來了解我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同樣道理跟上一集有點相呼應的 上一集有點相呼應的是 你的靈魂不會傻到總是需要有別人的住員或幹嘛 住員一定會有可是卻不一定是必要的 今天為什麼人們會透過前世來了解自己的問題是什麼呢 了解這整個鋪陳其實只是讓你變成一個第三者的視角去 去察覺發覺你現在在面對應對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為什麼版主我有些時候會逼不得已去探索你的前世呢 因為你們就給我名字而已什麼都不告訴我 你們希望我能夠做什麼呢 很多東西你們的問題不一定是我的問題啊 那我一定要去追溯你們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個性的人 才會產生這樣子的東西出現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版主也是逼不得已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 追溯你的前世真的真的不是解決你現在問題的唯一方法 不是如果你的問題真的是需要透過前世來解決的話 相信我你也會不自覺的變成靈媒好嗎 你也會不自覺像我這樣伸出來就會看得到聽得到好嗎 所以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任何的問題其實在這一輩子裡面都是有跡可循的 這一輩子喔你記得的喔你不記得我也不算在裡面 你不記得表示他沒有記得的必要 可是如果是你問題的根本的話 基本上你在這一輩子都會記得也是有跡可循的 不需要透過你的前世來回答你 如果我告訴你的問題是必須要到前世才可以醫療的 基本上我就是在騙你的 呵呵呵我啦別的靈媒可能不是在騙你 我可能不是在騙你的啦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大家如果現今這個階段 感覺知道自己生命有什麼問題的話 真的有心想解決的話 基本上從這一輩子你所知道的記憶裡面去尋找 基本上就找得到答案了 如果找不到答案的狀況下怎麼辦呢 跟上一期的方法是一樣的 你靈魂不會灑到不會在你旁邊指貴人好嗎 問一下親朋好友 你覺得我有什麼問題呢 你覺得我可以如何改進呢 通常三個人裡面會有一兩個講的 剛好就是你需要聽到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給大家做個參考看看 啊希望大家有些時候不要過度於依賴外在的力量 很多力量真的是由心而生的 很多力量真的是自己又擁有的 花一點時間探索 很多問題當他想不出頭來的時候 做父母的都知道嘛 一直在那邊想也想不出的答案 出去走走再回來 就頓時茅舍頓開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同樣如果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網站ruowen.com Killin 下次見 掰掰 拜拜